大家好,我是W,欢迎收看电影随便流 近期少女加律师女浩克Marvel接力要推出最新影集 新战力加入,两位完全不同风情,全新超战女英雄 这边要来线上的是女力大爆发预告分析 来看看成功女英雄背后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吧 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在终局事战之后 Marvel目前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就是随着新作品推出,几乎每一部多少都有 数量有越来越多,而且朝多元化发展 不但是男生专属,是看到了不少女英雄加入MCU 感觉多少是有一点刻意啦 杜洛伯母满出来,可以组好几支球队了 不过往好处想,以整个也是充实了MCU的多样性 有一句话说到呢,女人车企半边天一点都没错 这边要带大家来看看接下来要推出的两部影集 包括了6月的近期少女,还有8月的律师女浩克 就都是女力满满以女性英雄为主角 虽然两部输求的年龄层,风格调调大不相同 但W想偷懒合并在一起来介绍 要来看看在不同处境不一样的环境背景 罗行术造就出一样是不输给男生的超级英雄呢 当然,还有隐藏在寄购更多不为人知小细节啦 -她怎么能确认所有人,她是好吗? -好,是你不是一件事的,卡玛拉 -是你做的事的事 -我认为这招牌的招牌是奇怪的 带大家先来看到的是惊奇少女 这一位就是沉淀爱做梦 爱幻想的女主角伊曼维纳里饰演的卡玛拉·可汗 而从这边粉丝一迷应该也发现 Marble的另一个趋势就是朝着多元族群文化来发展的一个大方向 卡玛拉是一个巴基斯坦1的美国高中小女生 所以从预告的各个片段就可以看到了 其实,剧情会释放了不少的伊斯兰元素在里面 然后呢,也看到了这一位宅宅的小女生 除了满脑子爱乱想、爱涂鸦之外 卡玛拉最最崇拜的英雄就是惊奇队长啦 不过,也就是因为卡玛拉爱天马星宫的想象 是对她周边的亲朋好友产生了一些困扰 可以想见到的,尤其是她出生于伊斯兰的家庭 包括生活、文化方面,肯定是会有不小的冲击 是不是可能跟漫画原本的设定会有所不同呢 根据漫画本来的设定是关系到了一人组 卡玛拉能力是来自于一场意外 受到的泰瑞跟迷雾影响是激发出了她的超能力 不过,这边预告看起来 卡玛拉能力来源是这一子魔法手镯 而且手镯原本的主人是她的外婆 难道卡玛拉外婆是一个魔法阿嬷吗 可以再看看 而卡玛拉老妈说这只是一个垃圾废物 但被卡玛拉带上之后就这样产生了神奇的变化啦 真的是这样吗 在这一幕晚上她家参听着 貌似通往另一个空间的门冒出了厌恶 似乎又像是刚刚提到的泰瑞跟迷雾 所以说造成卡玛拉拥有超能力的会是迷雾或是来自阿嬷的魔法手镯 可以再看看 然后看到这一位是麦特林斯 饰演的布鲁诺 她不断是卡玛拉能够谈心事的好麻吉 同时布鲁诺也是少数知道卡玛拉拥有超能力 根据目前所公布的预告 大概可以知道一方面卡玛拉是相当崇拜神奇队长 就像Costplay那样会穿上自制的神奇队长战服 一方面不管是因为迷雾或是魔法手镯 后来卡玛拉获得了超能力之后 数理成章也就这样戴上眼罩变成了神奇少女 当然了 其他战役更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而这边卡玛拉能力似乎也跟漫画略有不同 看到了卡玛拉所发光 然后利用想象力把能量种化成类似水晶或是某种能量立场 能够用来阻挡对方来车撞击或踩在上面跳跃 甚至还有延伸四肢的神奇功能像是变出了一双大手 来抓住飞过来车子 过来也看到了阿拉米斯奈特饰演哈利姆 AKA红匕首有些资料说他是这一次的反派 不过得不认为应该还不是最大的坏人boss 最多可能是误入歧途或被误会成坏人的角色吧 基本上高中屁孩音乐巧合拥有了超人力可以预见到 新少年英雄的小园生活 骂起好朋友跟班学习怎么样当英雄 IMG等等的 这部机器少女将有类似的蜘蛛人剧情模式女孩版 然后预告很难辨识出来真正的反派是何方神圣 不过恒人的几个方向或许跟竞技队长有关联 有可能牵扯到了像是克里人此刻鲁尔人吗 或者有可能就关系到了一人族的部分 因为在奇异博士2已经见过了另一个宇宙的黑浮王 这边把一人族顺便拉进来 这个宇宙也不算奇怪吧 甚至呢卡玛拉爱慕的这个男生 由瑞曲萨哈所饰演的卡姆兰推测就是漫画里 同样也是受到迷雾激发出参与的这位卡姆兰 所以说呢 不只有Cosplay成金极队长当噱头 隐含在预告背后没有说的 跟一人族有关联吗 已经知道了金极少女会参与金极队长2的演出 所以由这边到底会如何连接到金极队长2呢 这些都是值得来期待一下 也是大家可以来持续观察 就让我们往下看下去吧 怪这边开始要转到律师女浩克的部分呢 这一位重量级一大无穷的女英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W一样的感觉 是不是像看到了菲娥娜公主 史瑞克的老婆呢 塔蒂亚娜·马斯达尼饰演的珍妮佛华特斯 AK女浩克也正如影集名称所示 她是个律师 而且她还是布鲁斯班纳的表妹 然后并没有透露出太多细节 预告还看不出来 为什么正丽佛会变成女浩克 所以推测应该会跟漫画差不多 可能就是因为发生了一些意外 受了重伤之后 正丽佛接受布鲁斯表哥出血的缘故 或许这个修鱼车仿佛画面 就是当时的意外事故 而恨到坐在正丽佛旁边的这一位 金杰康萨家 斯远尼姬是正丽佛的闺蜜好朋友 瑞尼艾丽丝古巴斯队饰演艾米利亚 应该是正丽佛法律事务所的同事 还有 乔许蔡加纳饰演的也是正丽佛的同事 这部里面正丽佛说她有超赞的朋友 但看起来正丽佛工作应该不会很轻松 老板说到了他们刚成立一个超人类法律部门 还有正丽佛来当这边的门面 意思是将会在这边跟不少的超人类者打交道 而这栋建筑有没有可能会是MCU里的Cube呢 Cube是神盾局的一个秘密单位 一座监狱 漫画里Cube也一度成为联庭特工队的基地 所以这边看到有提姆罗斯 饰演伊密布朗斯基 AK二萨还记得前面在上期的情形吗 王先是跟二萨对打 然后打赢了之后打开传送门 那时候传送门另一边看起来就是这个玻璃柜啦 因此二萨从来打那台是这边默契的活动吗 或者说这是要吸收二萨加入某组织的训练之一 后面可以再来观察看看 不过至少从这边可以知道 二萨将会是真丽佛要应付的超人类对象之一吧 刚刚已经有提到了布鲁斯是真丽佛的表哥 这边就看到了 浩克在帮忙真丽佛学习控制他的能力 呃...大家应该知道 从从丽佛之战那段时间开始 布鲁斯已经把天才脑袋跟浩克的形态合为一 所以说现在即使是绿巨人浩克的样子 还是保有了他布鲁斯原本的理性与聪明才智 这边应该就是真丽佛来到布鲁斯住的地方 看起来是一个热带丛丽小岛吗 或是中南美洲抹处 而听到很像人无力的家族 我们不是自愿的 或许真丽佛浩克的能力来源 难道另有原因会是跟他们家族的基因有关联吗 接着就看到了布鲁斯说要训练真丽佛变身 把真丽佛关在一个玻璃柜 其中一面是会移动逼近的电锯墙 布鲁斯要利用愤怒跟恐惧来训练真丽佛 虽然看到结果真丽佛是成功变身女浩克了 不过人活的恰杂漠 布鲁斯接着也是要讨大美咯 上不清楚剧情会如何安排真丽佛变成女浩克的 但可以想见这样的巨大变化对真丽佛所造成影响 然后这边预告也有不少的篇幅 看到真丽佛在拥有了这样能力之后 一度可能心情沮丧无力遭受被媒体包围的困扰 成为一个象征 除了是一个女律师之外 玻璃柜育幼模特儿 还有更多像MCU很少正面表现男婚女爱的部分 在这边女浩克有不少主动的表现 是不是有可能为MCU带来多一点的解放呢 就看到了预告最后几个片段 在接受面对现实之后 真的是大大不同哦 真丽佛脱胎晃骨 是一整个改造大变身 就像女明星一般 不但是受到女性朋友的呈现 也不再害怕美光灯了 反而是女浩克的心态 来表现出更自信的一面 嗯再不爽的这位 应该是撞伤被比下去的缘故吧 当然变强装之后 另一个好处晚上走在街上 就不怕有变态 忽然从后面偷袭 看到了真丽佛 其意就把对方一个裹肩摔 然后除了有浩克扼杀加入演出之外 还有哪些特别的角色呢 相当特别的 这位会是Frogman 青蛙人吗 漫画本名 尤镜帕迪奥 穿着青蛙装 行侠仗衣 可以来期待一下 女浩克对上了这只小青蛙 除了忙而找男朋友之外 也看到这一位 加米拉贾米尔饰演玛丽麦克佩兰 AK泰塔尼亚 漫画里面女浩克的死对头 同样拥有了超级力量与超级耐力 是跟女浩克相当 所以喜欢看女生打架 摔脚的绝对不能错过啦 一个是充满了手女 自信光彩 丽与美的女浩克 另一个则是充满幻想爱做梦的 青蛙美少女 不知道大家有比较喜欢哪一个吗 也是蛮有意思的对比 今期少女故事 大智商在纽泽西 纽约是在东岸 女浩克则是代表了在洛杉矶 西岸这一边 而就如前面W所提过的 女浩克代表了更多女性自主 更开放的观念 又看到了 珍丽佛利用App在跳男朋友或泡友 其中就有不少蛮有趣的客串 像是这一位 WWE的大卫奥神家也在里面 最后还看到了 女浩克主动抱着男伴进洞房 到底房间里面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 想知道的就是要记得 锁定这一部律师女浩克啦 大概就这样 两部最新猫本一集介绍给各位 还有什么意见和法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 大家一起来讨论惊奇少女 还有律师女浩克吧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哦 那就先这样咯 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